甜蜜婚姻却暗藏惊人阴谋 你们再逼我回去 我得带回去 不就是五十万吗 我该 滚 她一逃再逃 原罪背后充满难言之隐 我这次怀孕诈骗的钱 咱俩大分 普法栏目剧 绝路追亲 上集正在播出 我这次怀孕诈骗的钱 我给你三天时间考虑 咱们去诊所把孩子打掉 你就是个大骗子 不抓到他 我是不会善罢感受的 当我救出小毛 我一定去自首 你又想骗我 我现在唯一能做的 就是把这个孩子生下来 我今天就是死了 我也要拉个电背了 小姐我问一下 你们这是哪个户型啊 B型的 你这旁边绿化怎么样 挺好的 然后离地铁禁 特别适合年轻人住 好 谢谢 小梅 你觉得怎么样啊 你要是觉得可以的话 咱们干脆就定下来吧 阿姨 我知道 叔叔早就早 您把云生拉扯大 也不容易 再说了 我跟云生才认识一年 这样不太合适 马上就要成一家人了 就不说那见外的话 那个小梅啊 你虽然是个孤儿啊 可是在我的心里呢 我早就把你当成我的亲闺女了 妈 那就是啊 妈早就说了 我能碰见你啊 是我的福气 确实 那个儿子 你今天下午和那婚建公司 定了几点呢 今天下午 小梅 咱们定了下午几点 你怎么了 怎么了 怎么了 不舒服啊 快快快 上医院 上医院 走走 慢点慢点 慢点慢点 来 包给我 慢点啊 来 来 来 怎么样啊 怀上了 真的啊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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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走 回家 回家 慢点啊 没事 妈呢 也不是老脑筋的人 反正咱们都是一家人了 你们还是尽快地 把症给扯了 咱去皮给绊了 行 热热闹闹的 来扮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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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谁呀 你干什么呀 干什么呀 干什么呀 干什么干什么呀 这是 妈 你们干什么呀 你找谁呀 妹妹 你可让我好找啊 哥 我不回去 你是小梅的哥哥是吧 我们马上就要结婚了 不是 我们也结婚了 小梅在我们村里 可是许了人家了 她是在结婚之前跑出来的 现在毁婚 光彩礼钱 我们就得退人家二十万 还有 我们老马家 在村里 是有头有脸的人 这事传出去 让我们怎么做人啊 这样吧 你们再赔点精神损失费 也不多 五十万 五十万 你这是啰嗦 女生 我真的不想嫁到山里 我就想跟着你 废话 什么话 人带走 小梅 干 干什么 干什么 小梅 干什么你 你们再逼我回去 我们带回去 等一下小梅 大哥 这样 五十万我是借也好 凑也好 我一定给你凑进来 好不好 我要献钱 没钱你娶什么媳妇 女生 妈 咱们下辈子再做夫妻吧 小梅 小梅 我给 我给 别别别 我给 我就是五十万吗 拿着 拿着 给 滚 拿着滚 小梅 小梅 妈 你这钱怎么能给他们呢 我存这些钱不就是为了给你们结婚用的吗 今天遇到这档事 这也算是天意吧 小梅 在这些没有良性人的眼里头 也就值这五十万 可是对我们蒋家人来说 那是多少钱也换不走的 这一家人真好 走吧 老太太 取钱去 小梅 妹妹 结婚的时候 请哥哥喝个喜酒 滚 儿子 把他照顾好啊 阿语 慢走啊 赖桃圆了 快来尝一尝 妈 小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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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一人跑到这儿来了 阿姨 都怪我不好 我不敢瞒着自己老家的事情 害了你跟云生 不过你放心 我就算是做牛做马 我这辈子也要把五十万还给你 小梅 你也别多想了啊 你和云生认识都快一年了 你是什么人呢 我们心里最倾诉不过了 是啊 你放心 我们绝不会让你落到你那个混账哥哥的手里的 小梅 你之前不是常跟我说吗 情不是最重要的 钱没有了我们还可以再挣啊 妈 我前一阵子不是刚当身技术主管了吗 我想平时上班 再加入我平时再接点私活 不出三年我肯定把你那五十万给你挣出来 你爸爸走得早 我存这点钱还不都是给你们呢 只要你们俩好好的过日子 这也叫做因祸得福吧 没什么的啊 来 小梅 给你看一样东西啊 这可是我们老蒋家的存家宝 来 什么呀 带什么 阿姨 这个不是 都快成一家人了 来来来 带着带着 来 快喊妈呀 好看 叫我 来 谢谢妈 姑娘 来碗汤圆 好嘞 小心烫啊 好 谢谢 勺子 对 咱走 好 来 小心烫 别烫了啊 吃吧 吃吧 妈 这样啊 那行 那咱们明天再聊啊 好好好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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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怎么买这么多东西啊 小梅现在不是要补充营养啊 所以我就多买了点 刚才听周姐讲啊 说咱们这来了一群的盗窃团伙 咱们小区有两家都被偷了呢 那咱们得注意点啊 那就是啊 妈 小梅今天没跟你一块儿出来吗 小梅说她要在家休息休息 所以就我一人出来了 妈 这晚上啊我们就去超市买点汤圆 小梅不是喜欢吃汤圆吗 小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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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啊 这马华也真敢喊 五十万 他都不怕惹大了 惹到警察来 不过啊 他应该是看准了 这家人舍不得你 老赵要出来了 我想去看看他 我说你是不是疯了 你不怕马华要你命啊 你别忘了 老赵从小把我们带到大 到哪儿了 快了 最近查得严 我们一直在换地方 老赵 我们就早点看见到 我吃了 的 我吃了 我吃了 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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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家 一家 走啦 走 走 姐姐回来了 姐姐回来了 阿卉回来了 你饿了吗 我去给你们点吃的 谢谢啊 小猫 去看书 我去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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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去看书 就有 formidable 董欧 就这么多了 那个事 对 很烦 从白去看书 您的 我也是第一次 难免你这些不适宜 你现在钱也拿到了 答应我的条件 什么时候兑现 条件 什么条件 你别装糊涂 我这次怀孕诈骗的钱 咱俩半分 还有你保证 不再逼小毛去骗 不偷 不偷他能干什么呀 我的那笔钱 让他去念书 念书 好玩 你也不看看这帮人是些什么人 吃了上顿没下顿 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进橘子了 你怎么念书 可是小毛不能像我们这样 他从小是我捡来的 我把他养这么大 他是我的弟弟 不是你赚钱的公子 你没有搞错啊 老赵进去之后 这帮人大大小小的 都是谁养的 说马华 这五十万的点子谁想的 蒋家那书呆子 谁物色 你在蒋家好吃好喝的时候 小毛是谁给你养着的 是我 那行 我的那笔钱再分一半给你 就当是小毛替你们赚的 不许让他再偷 不 行 但是咱们当时讲好的条件是 干完这一票 不过现在 有个祸根在 什么意思 打掉 不行 蒋家这么想要这个孩子 而且我们已经对不起他们了 我把这个孩子生下来 还给他们蒋家 这五十万 也不算是偏 他还真挺会安慰自己 他还真挺会安慰自己 怎么着 你还真把自己 当一个十月怀胎的大小姐 让我们这帮兄弟 像蒋家人一样把你供进来 是不是 阿辉 你别傻了 现在人也骗了 钱也到手了 不 我把这个孩子生下来 我把这个孩子生下来 这不算骗 我给你三天时间考虑 三天考虑好了之后 咱们去诊所 把孩子打掉 我不想拖着一个孕妇 兄弟们 吃好的去 来 来 等着我呀 来 给 吃吧 阿花姐姐在学校里 真的有和我一样的小朋友 在看诗吗 对呀 那我可以和他们一起去吗 当然可以了 不过现在呀 还不是时候 不过阿辉姐姐向您保证 我一定会让你跟那些小朋友一起 去上学的好不好 好 来 老毕 也不过 快回来 来 我还可以 聋一下 你还能听到一下 你还能听到 他我是聋不开的 哎呀 你还能听着 我去个假扬 我去加不电了 别喝了 妈 你以前的人低酒不沾呢 我想喝点 我心里边难受 我就不明白了 这许梅她干吗要这样啊 这都一年了 她一个人 她怎么可能用一年的时间 来骗咱们呢 也许她是有什么急事吧 可是咱什么都查了呀 她那个身份证号码是假的 连她的名字都是假的 她不叫举梅 妈 都是我不好 我没用 我把您养老的钱也给弄没了 都是我不好 都怪我 都怪我 别这样儿子 振作起来 要记住你爸那句话 咱们老蒋家 钱 可以没有 但是人 不能垮了 妈 我现在出去找的 我把您的五十万给您拿了 林胜 算了算了 你别去了 这两天你到处的跑到处的贴 就没合过远 来来来 我帮你贴 在家待 来 谢谢姐姐 不客气 不客气 这是什么地方你还敢来 你无法被她撞见 这是我第一次跟她见面的地方 好 后来 我们经常在这里散步 你和那个书呆子只是逢场做戏 过了就忘了吧 我知道 你还没过那个坎儿 等孩子打了 重新开始就好了呀 姐姐 妈 你说打孩子疼吗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 说就是咱们 我像你这个时候 骗过三家人 有一家还跳了楼 阿辉 我一直把你当做最好的姐妹 有件事 我一个人憋着太难受了 马华的 你没敢告诉她 你没敢告诉她 可是医生说 你要是再做手术的话 就永远还不了了 你不会告诉她吧 倩倩 如果老赵还在的话 我相信你不会受这么多苦的 我也不会 怎么就又提她了 是啊 我们都是她收养的孤儿 可是她已经进去那么多年了 说不定早就死了 我们这些年都是马华给养活着 头 强 诈骗 这都叫活路吗 是 老赵最疼的 不让你学疼 可是我们呢 她对我们 可不比马华好多少 行了 早点回去了 小梅 你知道今天这个事马华知道了是什么下场 好了 待会儿我们去买只鸡 等咱们补补啊 姑娘 看一会儿这人没有 她是我儿媳妇 今天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不认识不认识 小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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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死我 你别跑啊 放开我 小梅 你给我回家去 小梅 你别跑啊 你给我回家去 小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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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站住 你给我回家去 走 走 走 跟我回家去 走 回家 走 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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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对不起 你还有脸管我叫妈 我不管你是什么人 你默默自己良心说一说 我儿子对你好不好 我们老蒋家对你怎么样 走走走 跟我到盼子所去 走 走 走 我答应你 我答应你 你 我一定 发动自已这个孩子生下来 交给余生 我求求你放过我 你就是个大骗子 你不知道是不是 好 我报警 我打姚姚林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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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不用你管 走 阿姨 跑 阿姨 对了 唰 阿姨 阿姨 彻底一袋 小蕉 小蕉 您醒来 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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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东西赶紧走 快点 快 看什么看 收东西赶紧走 收东西 赶紧的 警察来了 快收东西 阿慧 快点 准备 上车 上车 你愣着干嘛 赶快上车 快走 快快快 快 上车 快走 上车 上车 好 下来 王哥 王哥 说 怎么回事 警察为什么跟过来 是我 是我们彭杰杰的老太太 千千为了救我 就不能退下去了 是我 是我 华哥 我们真的不能救下阿辉 要是阿辉被抓住 我们都会被牵连的 你们他妈把我们给害惨了 你知道吗 警察现在满大街都惨了你们 你 明天去把孩子给我打掉 不行 这给孩子不能打 阿姨唯一的心愿就是希望余生有孩子 我已经对不起他了 这个孩子必须要生下来 必须生下来还给他 我生下的钱全部都给你 这个孩子必须要帮助 我去 你妈 给他 我要当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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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zie 老子 多好的城市 又要走 还是往那一步 让他们跑 监控查过 适量套盘生 当初上门拉索 你们就该报警 像是流窜作案的 一旦让他们跑了 就很难再抓住 所以他们说 小阵梓 正在找人 对 大阵梓 不说 这代表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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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品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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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说咱们背着她偷偷出来 要是被发现那还得了 昨天有个医生告诉我 我缺液酸必须补一下 她不会发现的 走了 你这么大的事你打算难到什么时候 那你呢 你要瞒你在什么时候 就在那边 你在这儿等我见见 疼心点啊 老板 来碗赏面 谢谢 谢谢 谢谢啊 老 老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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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阿辉啊 老赵 阿辉 旁边说你 你 lob 老赵 你别担心点栏目 这我瞒一眼 这点小事都办不好 将来怎么办 真是 看什么看你 好好做你的作业 老赵 刚出来啊 你的眼睛 真是那天被抓的时候 老公 对 钱取到了 那我的眼睛等你啊 行行行 好 来 来 跟我们回去吧 我们现在能自己挣钱了 我们养你 老赵 跟我们回去好不好啊 我跟你说 我们刚天了 赚 赚了五十多万呢 做好人 其实不难 老赵 阿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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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 你在这儿干吗呢 老赵 我找到老赵了 找到老赵了 找到老赵了 就是他 你别爬去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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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钱 站住 别跑 小梅 小梅 站住 小梅 小梅 别跑 站住 别跑 你还想往哪儿逃啊 小梅 小梅 你听 我说 听你说 说什么 说你这一年是怎么把我妈害死的 是吗 说你这怎么把我害到家破人亡的 对不对 小梅 阿姨的死 就是个意外 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放过我好吗 放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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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来放过我 谁来放过我妈 你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 过我走劳吧 不行啊 我还 我还有我的孩子 老赵 我求求你 我对天发誓 我一定平平安安地把这个孩子生下来 我也可以还给你 我也可以 我也可以一个人把他抚养长大 我求求你放过我好吗 小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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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implementation 你干什么呢 华卫姐姐 我要告诉他 tenho太 Dank 他我在那边等你 我知道 我知道了 小梅 小梅 对不起 对不起 我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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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女生摔倒了 对 她从老师上摔倒了 我就 我就是不知的 不是的 她还没有血了 她摔下了 她还有血 还有血 她怎么摔下来的 快打摇摔了 我们的小石头 你赶紧过来 不光我的事 她自己摔下来的 你怎么这么摔摔 谁知道对 你赶紧过来 每次凳上 怎么了 怎么回事 这摇摔天来了吗 这摇摔天 你认识她吗 是啊 我认识她 从老师上摔下来了 对 不知道 还流血了 还流血了 怎么回事 对 这个里面怎么回事 但你了解 随着 这个里面怎么回事 是 快点 从老师上摔下来 小妹 小妹 别走 小妹 别走 小妹 以马华阿辉倩倩为首的诈骗团伙 利用恋爱怀孕假意与对方结婚 以骗取财物的行为涉嫌诈骗罪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6条 诈骗公司财物数额较大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 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处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数额特别巨大 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 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或者无期徒刑 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倩倩推一下蒋云生妈妈 导致其死亡的行为 涉嫌故意伤害罪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234条 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 犯前款罪 致人重伤的处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 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 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我们看到阿辉骗走蒋云生母亲的毕生积蓄后 人间蒸发 让真心爱她的云生一蹶不振 又间接导致云生母亲的意外死亡 彻底击垮了蒋云生最后的理智 阿辉虽然对蒋云生心生真情 但是从小在犯罪集团中长大 一时间很难从这逃离 阿辉也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十分愧疚 因此一逃再逃 而这让苦苦寻找的蒋云生 感到自己被反复欺骗和伤害 陷入无法自拔的仇恨中 同时我们也看到团伙首领马华为人冷酷无情 手段毒辣 当她看到倩倩从楼梯上摔下来时 她害怕暴露自己的行踪 选择了不顾倩倩的生死 自己逃跑了 此时绝望无助的倩倩 命运将会如何 同时阿辉虽然想极力保住肚中的骨肉 但是冷酷的马华能否就此放过阿辉呢 请您不要错过绝路追亲的下集故事 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把这个孩子生下来 不抓到他 我是不会伤把根据的 当我救出小毛 我一定去自首 你又想骗我 不然他有千万种 我也不能让你把他抓走 和你那天撇下我 你就欠我的 小辈子 找个好人就好了 你为了钱 累死了 我今天就是死了 我也要拉个电背了